相信大家經過了一天黑客送你一定有很多裝還沒做完 而且可能是咬回嘴裡的沒關係 那我現在要分享一個空間 那因為從連服開始我進入了一個 都市傳說就是公司無法壟斷 因為他要開園 然後傳說這種公司通常都會賺錢 所以我想說在公司 呃... 不知道講什麼 就是公司 剛好有多個空間 所以我想說 呃...可以給大家來辦個小通話或聚會 他的位置其實在這邊 那為什麼我會在陳柏 就是陳柏發表的時候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 上個月我真的花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幫我們公司的空間整理好了 呃...公司空間差不多就是 看到前半段跟後半段 前半段就是我們辦公室的空間 那後半段就是 呃...閒置的空間 那閒置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一個大山的綠色 那綠色目前是有一個NGO 呃...有一個NGO進出的office空間 那其他看到比較深綠色 就是我覺得可以來給社群用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整理整理一下 你就看到右邊有一張照片 就是...呃...放了33椅子 然後有投影機等等等等 對...那因為我本身是一個Engineer嘛 對於空間就有特別的要求 比方說我們的投影機 絕對是用背投影 對...那避免我們在Coding 在指那個螢幕畫面的時候 可以呈現這樣的畫面 那如果你覺得背投影還不夠的時候 呃...我們在公司的客廳有放了一個 六十吋...你看六十吋...五九吋之類的大螢幕 那你可以Live Coding 那...而且你可以像這種 差不多七到八成的區塊非常適合 那...上面的工程是我特別care的就是... 呃...空間的網路 所以我們網路也有100張 然後我們也特別愛錄影直播 所以這些設備都是現成的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Live Coding 所以你Live Coding都絕對不是... 呃...都沒有問題 那...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空間是免費的 所以就是主要是要給社群 呃...去...去...去... 辦小鬆啊 或者去...去會使用 對...然後再來通過 那什麼使用它呢?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在Stake上 看到這個ID 就發現說我要用什麼時候 我就會告訴你有沒有... 呃...有沒有人用 沒有人用就可以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可能都會打一公司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Coding的人 那...也歡迎你來跟我學了那個Coding的姿勢 那...只是一個小聚會也OK 好...謝謝大家